哈囉大家早安 那現在時間是早上的6點54分 今天是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二 那古代呢 利用這個盤潛的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昨天整個技術面 那加上騎腳鎖一些動作 其實古代覺得 可能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 那大家先看一下昨天 昨天這個古代在週末的時候有跟大家講 上週手沒有破的情況下 那基本上它會呈現一個高檔 橫盤盤監 如果要盤頭它也需要時間 這個前提是建立在上週手沒有破的情況下 好那我們看一下上週手的部分 上週手的部分其實大家很簡單 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這個工具上面所顯示的 週手的部分是958 958 那櫃買也是一樣 櫃買呢 昨天 昨天也是在這個 269.59 那我們來看一下昨天 加全指數 958什麼時候灌破的 958 我們來看一下958 加全指數958 昨天 我們來看一下5分K 958什麼時候跌破的 其實還蠻好看的 其實還蠻好看的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用15分K 958 958 958在這邊 958 也就是說 早上的9點45分 早上的9點45分已經宣告 破線 所以上週手這邊破了 然後呢 在11點它又再去做一次回測 可是大家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還是沒能夠佔上958 所以 結果尾盤就一路殺 殺 殺最低 所以呢 上週手 昨天的盤中 已經宣告跌破 那我們來看一下櫃買指數 269 269.59 269.59 什麼時候被跌破的 來大家看一下 269.59 一樣 9點45分已經宣告灌破 所以呢 原則上 在昨天 你如果看到上週手破的時候 第一時間 古代有跟大家講 上週手沒破 它會走一個高檔盤間 可是破了 就是減碼 所以昨天 大概 在上半場9點40幾分的時候 你大概會陸陸續續做一些 出 呃 不要說出輕 減少 齒骨的一個動作 減碼齒骨的動作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 那 事後回頭 269.59 來 大家看一下 你會發覺很妙的一件事情 它 紅K 破線之後的紅K反彈 破線之後的紅K反彈 都沒有 機會 都沒有能夠再度 站回去 上週手 好 結果 就一路跌 一路受追跌 好 那 原則上 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來看一下昨天的台紙棋 好 那昨天的台紙棋 日盤 其實很明顯 古代有跟大家講 台紙棋的7月份 重點的大支撐在哪裡 22990到23043 所以22990不好意思 第一根 15分K 也就是 8點45分到9點 這一根K棒 它已經宣告 幹嘛 宣告破線了 所以 昨天從期貨的一開盤 到現貨加權指數 到櫃買指數 都在跟你做 都在跟你說一件事情 我這邊 沒有防守成功 沒有防守成功 就準備進入回檔 所以你盤中 第一時間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心裡想的是 減碼股票 或者是 做一點雙向的一個避險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 再來 昨天很妙的一件事情 昨天的盤後 大概收完盤 期交所就公佈了 24號的盤後生效 也就是今天25號 期貨的保證金要調高 那市場上有經驗的應該都知道 通常 提交所 去調高保證金通常都是 反正他們已經提前先知道了啦 講一句實在的叫做 我們不要講那麼明 好不好 不要講那麼明 反正 有條 有降 通常就是 一種警示 要告訴你 有稍微比較大的一點 波動在 那我再簡單講述一下 昨天的外資 這個 因為 禮拜三要結算 對吧 禮拜三要結算 那昨天的外資呢 其實 其實是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它的期限貨 基本上會是 滿空的 昨天的外資是滿空的 尤其 昨天這樣疊疊下來 是滿空的 可是 這也很納悶的一件事情 這個 外資 其實在 選擇權的部分 它其實是比較偏多的 那 古代個人是比較傾向 他選擇權去做 獲利拉開之後 用選擇權去鎖利 獲利拉開之後 用選擇權去鎖利 可是重點來了 莊家是誰 莊家自行商 莊家自行商 那 昨天這樣看起來 莊家滿空的 那 從籌碼角度 莊家是很空的 莊家是很空的 那莊家是很空的 再加上 莊家是很空的 再加上 期交所 盤後公布 要調高保證金這件事情 所以 古代個人會比較 傾向於 大家 在上週 也就是7月份的台指期 沒有站回去之前 大家就是 至少現階段了 不要急著再去做加碼這個動作 你沒有減碼就算了 至少在這個時間點 暫時現在還不用太去做加碼這件事情 那講難聽一點就是攤平 OK 好 那 到這個節骨眼 到這個節骨眼 大家 一樣喔 上週所沒有站回去之前 我們 就是 你要嘛就是觀望 要嘛就是減碼 那 加碼這件事情 古代個人會覺得 稍微再等一下 好 那今天有個好消息 前面講壞消息 好消息是 夜盤 夜盤其實有外資 大量的在夜盤 有去做一點空單回補的動作 另外一個角度 夜盤的 選擇選方向其實 也是偏壓多單的 也是偏壓多單的 所以 我們可以合理的去解釋 就是 日盤 有一些部分的外資 或者是 自行商 他 空單 在夜盤 有些許的做一些回補 有些許做一些回補 好 所以 今天 盤潛跟大家提醒了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開盤是直接用跳水往下跳的 緊急一個原則 緊急一個原則 一樣 開盤 如果 譬如說他開低 開低之後 你要預防一件事情 會不會開低走高 那 你要預防 譬如說你今天看到 全球股是大跌 你想要做空的人 看到開低 不要新高踩烈 好不好 觀察一下 開低 如果 盤中 拉回開盤 甚至於突破開盤架 雖然太開低 麻煩大家還是要緊急一個原則 開盤架以上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看到開低 你新高踩烈 想要去空他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前提是 不要拉過開盤 你拉過開盤很容易就開低走高 好 那 比較弱勢一點是怎樣 他開盤 往下跳 跳完之後 沒有辦法再拉過開盤了 就一路下了這種 所以空單 你就記得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要去空 你要去空 那我們就是 搜哪裡 搜開盤架 就搜開盤架 一樣有TUMD的自己拿出來看 比如說開盤已經在TD附近了 TD你發覺有手 也不要冒然去空 也不要冒然去空 好 這是第一個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好 那 原則上 因為夜盤 部分的外資 還有法人 他其實夜盤有 其實你要說有回不多嗎 其實也算不少 所以 今天的盤 原則上可能還是偏弱勢盤 那偏弱勢盤 如果啦 他夜盤還是加空的話 股台個人就覺得說 這一次會可能有點 有點蠻空的 可是目前 目前看起來今天 還是有一點點 落中透強的一個味道在 所以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那股票的部分 股台有跟大家講 最近 個股的部分 一樣 你的停損停力是好 然後操作不用太急 然後如果真的要做 以波段的角度而言 盡量選擇籌碼穩定的 籌碼穩定的 像股台 其實股台昨天也是小減碼 股台 基本上都是處置股 都是處置股 好 那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不好 那 因為昨天 早上8點45分到9點 期貨其實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第二個答案 加權的 9點 35 9點 30分 9點 45分 5分K 15分K 昨天 加權跟貴買 同步 同步 在早上 9點 大概 40分 45分 這邊 基本上就已經宣告 跌破上週手了 那既然跌破上週手 古泰影片中的 這個 如果有手 高檔盤間 基本上 這個 他就會幹嘛 破了 你就是減碼 站回去 我們再買回來就好 所以古泰昨天第一時間 就是減碼 只是 這裡的減碼 又搭配 昨天盤後 騎交所公布的這個 調高保證金 以前台子騎 一口保證金才多少 小台 小台一口才4萬多 現在已經跳到6萬多了 所以還是一樣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 重點是 他調高保證金完 古泰昨天看一下籌碼 夭壽喔 就是 反正喔 就 還蠻一致性的 還蠻一致性的 所以 如果 古泰先講喔 如果今天 譬如說有先殺 古泰反而覺得是好事喔 因為 如果今天有先殺是 因為夜盤 古泰看到籌碼 已經有部分人在回補了 所以 你如果說明天的週選結算 有可能會 今天如果殺的夠低的話 有可能會提前在週二去做結算 也就是明天的結算行情會在 會 週二 也就是在今天提前去做結算 那 短短的兩天殺完 然後直接反彈 這種劇情是最好的 這種劇情是最好的 那不要疊疊疊 然後殺好幾天 這種 這個就最模仁 這個就最模仁 所以 利用今天一點時間跟大家講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今天古泰認為 比如說早上開低 開低之後 大家還是要緊急一個原則 開盤在以上不做空 因為 夜盤的籌碼其實不是空 夜盤籌碼是多的 所以 今天如果真的有開低 做空的投資朋友 你就緊急一個原則 拉過開盤 你空單一定要走 你空單一定要走 好 那如果說沒有拉過開盤 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盤很弱 開低它就會走低 好不好 好 重點在這裡 好 那個股的部分 古泰還是請大家注意 就是 像古泰自己是做儲置股 儲置股相對的 籌碼稍微暗定一點 也不會被當充客重壞 好 啊儲置股 基本上 會做儲置股 大家覺得比較偏波段操作 比較偏波段操作 那 它也不能當充 所以 它比較偏波段操作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就是 現在因為 怕多殺多 如果真的盤是不好 怕多少多 所以很多股票 你如果不是儲置股的 籌碼比較不穩定的 或者是 最近 外資啊 投信都比較 還有支援商都比較偏賣方的 你自己要做一下 減碼 大概是這樣 那 我們現在做單 就幾個原則 要嘛 一轉落就減碼 要嘛 一轉落就減碼 你要嘛 第二種方式 跌得夠深加碼 所以操作兩個邏輯 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在 在 投資理財 在金融市場 加碼跟減碼 是 有 學問的 不是說 跌就加 跌就加 像昨天 剛剛開始 跌的第一根 怎麼有人會去加碼 大家懂個意思嗎 剛跌的第一根 基本上應該是減碼 那比如說一根跌個兩根 或三根 或者是 它已經拉得夠開的 我們再來探討加碼這件事情 像最近就有人講 低基期的比較會長 因為它都沒長到嘛 它跌得夠深 對不對 高基期的 它就會回檔 所以 一樣 套用在加碼跟減碼的原則裡面 一轉落就是減碼 那 跌得夠深 你可以去做加碼 你不要剛起跌 就去加 之類的 用這樣的方式 在潮污座上面 大家要稍微 會比較順手一點 會比較順手一點 好那古代呢 今天就利用一點時間 跟大家做分享 那 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要注意 今天的盤後 大家去看一下外資 還有法人 外資還有法人 他們的 空單 有沒有做減少 他們的空單有沒有做減少 古代比較意外的是 昨天的籌碼看起來 莊家全壓空 那莊家壓空 你又是 你又是幹嘛 你 你 旗交所又公佈 調高保證金 這個就蠻有意思的 所以 如果這兩天 比如說今天先殺 今天先殺 然後大家看到 盤後 空單有回補 那 周三的結算 可能就還好 那 如果 比如說 今天殺 殺完之後 法人空單沒有補 那大家 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其實古代在上禮拜的影片 已經有跟大家講了 本波 本週會是屬於 比較偏回檔修正的一週 那 修正的輕 或者是修正的重 我們就是看上週手 那上週手 他昨天 盤前 期貨 9點 15分K 他已經告訴你的案 所以昨天大概 早上的時間 你大概會是比較傾向於 減碼股票的 然後呢 上週手破了 代表什麼 他回檔修正要比較深 那既然回檔修正比較深 我們就先減碼 減碼之後呢 重新賺回去 我們再買回來就好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